我們看這個第三題 這裡是說 有一個指點 從這裡掉下來 然後反彈 彈一次 彈兩次 那就是說 從A到B的時間 比B到C的時間 是多少比多少 這個是一個 也是運用指點運動獨立性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這個答案是1比1 為什麼 理由是這樣子 我們就從什麼呢 它這個彈琴 從A這樣掉下來 從這裡彈琴以後開始彈 我們知道 我可以把這個指點 分解在什麼呢 分解在這個 垂直斜面上 跟什麼 跟那個平行斜面上 跟那個平行斜面上 那這兩個呢 運動 這兩個分量的運動 都是等加速運動 那沿這個牽直方向的運動 它是反覆的彈條 也就是說 如果你用一個 牆壁 腳的牆壁在這裡 那你用一個太陽光這樣照過去 或日光燈照過去的話 它在這裡的話 是什麼呢 是這樣彈跳 等於是我們的那個什麼呢 牽直彈跳 因為它這個方向都是什麼呢 等加速運動 彈起來 跑到最上面的時間 跟掉到最底端的時間 跟掉到最底端的時間 事實上是一樣的 所以喔 這樣彈過來的話 等於是上去再下 上去再下的時間 那這彈一次也是上去再下 尤其喔 你如果喔 沿著什麼呢 沿著這個水平方向 這樣一跨 它的最高點的 它的最高點喔 你把它連接起來的話 它是跟這個邪魅是互相平行的 而且我們可以計算什麼 計算它這個 從這裡彈到這裡的時間 怎麼計算喔 我們現在假設 假設這個角度比較細大 那這高度叫A 那這指點這樣掉下來的 那個速度等於多少 你用等加速運動 就V平方 我們叫V0平方 減掉0平方 等於2A 2G呢 H H是A 所以V0是等於 根號2GA 然後在反彈的時候 這個路色角的環色角 那這角度是細大的話 這角度也是細大 這個加這個90 這個加這個90 所以這也是細大 那這是對0角 所以這也是細大 那這也是細大 因為那個 路色角的環色角 所以這個畫的有點亂 不然我們再畫一個 我們再畫一個 所以我說 這樣彈下來 這是髮線方向 這樣彈出去 這個如果是細大的話 那這個也是細大 為什麼 因為這是細大 這也是細大 好 那這樣子咧 那這個就是 這個 我現在的話 以這個方向當 一個什麼方向 這個大概是雙方向 這個當外方向 那這角度多少 這個角度是等於90度 減細大 好 那我們看這個Vy Vy 就是沿著這個方向的 那個速度多少 Vy 這等於多少 Vy 這等於Vy assign 90度減細大 或者是說 cos7 這是y方向 垂直於斜面 方向的分量 垂直於斜面 這等於cos7 vy y是cos7 好 那這樣咧 我們看 我們在這個方向 立方程式 這個方向立方程式的話 我們這個方向叫y y的話等於多少 二分之一 at 現在a多少 沿著這個方向的這個 加上多少 就等於z 這ay ay 是負的 z cos7 所以是 二分之一 ay 負z cos7 t 再加那個v0t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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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7 t 好 那我一定他落地了 好 就這樣彈過來 第一次落地的時間 那我可以把t等於0 那個約掉 好 啊移過來 移過來就是 那cos7 也是可以約掉 所以變成二分之一 gt 等於多少呢 等於v0 好 二分之一 gt等於v0 所以t0多少呢 t4是等於 g分之二v0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是等於 一分之二 根號 2gm 好 所以的話 是等於這個 啊 一樣啊 你第一次彈的時候 那第一次 第二次反彈 第二次反彈的話 它外方向的速度也不會變 所以你一樣照做一變 所以事實上 t1等於t2 t1等於t2 那等於多少呢 z分之2 根號 2za 好 就好像 方向它是這樣跳 那x方向呢 就不大一樣 x方向的話 因為它沒有阻力 所以它會一直跑一跑 而且越跑越快 它會越跑越快 好 那我們現在 所以呢 這個t1比t2 事實上是1比1 再來我們看看 ab比bc 那ab比bc 怎麼算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呢 等一下會用到 好 那這ab比bc的話 那要怎麼做 我們現在的話 緩彈的速度已經知道了 就是第一次反彈 第一次反彈 第一次反彈的速度已經知道了 我就從第一次開始算了 你打到什麼呢 打到b點這一點 所需的時間是t1 這裡一個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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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一個t2 跟t1一樣 2分之1 2分之1 這裡一個t1 再加多少呢 v0的x 這是v0 xt 現在v的x是多少呢 因為這是c v的x就是v0的c v0的c v0就是v0的c v0就是v0的c v0的c v0 v0就是c 那我把這個時間帶進去 帶進去到這個怎樣 現在這個g的x 如何 x x x F就是G,Sine這個角度,這個角度也是攜帶 如果這個角度攜帶的話 這是2分之1,G,Sine攜帶 我定這個方向為正 乘以TB,TB就是這個 乘以這個 Z分之2,根號2GA 再加V0,V0是根號2GA 乘以3型 再乘以T,T是G分之2,根號2GA 好,那這樣就可以算出來了 這個有多少 這個有G平方 這個G分之1次方 只有1次方 所以G四方都是消掉的 消掉以後 這個是2分之1 乘以多少呢 這個是42的8A 2跟2的平方是8 然後再乘以3型 加這個 加這個G也可以消掉 我們根號G乘以根號G,根機是消掉的 好,那這個多少 這是2乘以根號2再乘以根號 就是4 4A3型 所以AB的長度是要多少 2次得8 這樣是等於8A 這是4倍,我們這4倍 8A3型 假設這個角度一致的話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這個 B B 再看AC AC AC的時候 這個T就帶2T T的話帶2T 就變成2分之1 A 這是Z 3型 它乘以2T 2T的話就變成4倍 4 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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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機還是一樣消掉 消掉就是二分之一 三一切大 那乘以16乘以2 16乘以2 那A沒有消掉 16乘以 乘以2A 再加這個 熱機消掉 那跟他2A 跟他2A 2A再乘以4 2乘以4就是8 實際上是這個兩倍 8A三星 實際上是等於這個 這個變成原來的4倍 這個變成原來的4倍 因為這2T 這變原來兩倍 這本來是4A三星 所以變成4倍的話 應該是16 這應該是16倍 16A三星 他這邊贏了兩倍 所以變成8A三星 16加8多少 24 24A三星 那現在我們就知道這個VC VC就等於AC減掉多少 減掉AV 那是24-8 就等於16 所以16A三星 所以16A三星 那這樣就比出來 那我就知道 AB比VC AB是8 VC的話是16 所以是8比16 所以1比2 所以AB比VC 其實是長的1比1 倍 2 4 6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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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